这部分的话就是我把资料爬下来了 然后需要有三个栏位 一二三 OK 只是说我爬下来之后 我希望可以把这两个sub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该怎么结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把这个当组程式 那这个下面这个当成副程式 那你可以去呼叫它 呼叫的话很简单 就在底下加个call call然后空一格之后的话 你就后面加上这个sub名称 把它加到插入栏这个 OK 把它加在这个地方 那它就会怎么样呢 執行下载资料之后 再去做刚刚那插入三栏的动作 OK 那我的习惯是我加入这个之后 我会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中断点就是让它跑跑看 跑的 所以这个也可以停下 这个停 停下来 所以你执行它 它停住 你可以按F8 所以冲断点可以配合F8 F8就是 主行执行 跑跑看下一行 它清掉了 所以第一行主要是清掉旧资料 然后第二行就是给它网址 第三行就是因为 CSV是逗点 OK 所以这逗点隔开 然后编码方式下载资料 OK 这个时候就下载了 好 没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就call 插入栏它会跳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发现call它就跳过来 然后把刚刚那三个栏位分别产生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刚刚秀过 再来的话就是趋栏 在这个地方 在插入栏 不过你会发现 它只要插入栏 其实它浴室好像都会特别宽 有没有 所以我建议各位 这个插入栏之后 可能最好是可以再把它栏宽 再缩小 OK 所以这个地方 你觉得一须 然后增加 下下填满 它隔壁这个宽度 所以如果你假设 这个宽度 你希望让它调到多少 调到宽度 大概差不多是 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多少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游标可以放在这边 点一下 上面会出现一个数字 有没有 宽度是10 所以我假设把宽度 把它改成10好了 可是问题这样要怎么改 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加那个宽度 顺便讲一下 宽度 哪个的宽度 这一个栏的宽度 所以这个栏 就是colum 然后它的栏宽的话 就是点后面有个属性 属性的话 就是它的设定词 叫做colum 没有加S colum的宽度 colum宽度的话叫width width 就是它的宽 等于多少 等于10 OK 这个就是它的宽度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想要知道 这个到底对不对 我可以再把它拉 拉回原来不对的状态 然后再让这个程式 倒车一下 GPPA这个除处的环境 我觉得真的是 所有的程式里面 算是非常友善的 因为很多程式 没办法倒车 所以它没办法 像这个方便冲断 你可以倒车 像我刚刚一边写 写上去的 没关系 你可以让它按F8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效果有没有办法 可以把这条线拉过来 如果有 那表示OK OK的 所以可以把它学起来 因为常常有同学 下载资料 增加栏位之后 发现栏宽太宽 乱跑了 OK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记起来 哪一栏 有没有 栏宽 那至于要多少 没关系 你自己游标放这边 拉一下就知道 大概给个大概的值 10 就大概这么宽 如果不够宽 你可以向右 增加 那一样的方式 如果我要再增加H H有没有 它插入一栏 如果你会发现 这个H插入 它好像会跟着 前面这个栏 所以你插入栏 如果前面都一样 那好像下面就不改 不用改了 有没有 像OK 所以H 如果你不改 也OK 可是你想说 老师我要加个保险 可以 可以 你再加一下 再加一个 我好像看起来 好像都一样 所以这个加一个H 你这个好像加不加都没关系 除非说你要让它宽一点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加一个栏宽上去了 这个可能要稍微自己加一下 那就把它执行完毕 最后呢 我如果假设希望说 老师如果我最后做完这个动作呢 那每一次如果还要到VBA去执行 好像蛮不方便的 那我可不可以在旁边加一个按钮 直接按 它就自己就出现了 最好 最后你可以再插入一个按钮 放在这边 刚刚好 放开 然后找到什么呢 因为有两个嘛 我们写两个SOP 其实这个就组程式 可以把这个什么复制一下 然后按确定 选它之后 复制之后 把刚刚复制那几个字 贴到这个按钮上面 然后就OK了 不过最后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按一下它 它会清掉 然后并且好像会有插入栏 这个如果我现在做一次 你会发现这个按钮会乱跑 这个我设中段 中段点可以拿掉 点一下就拿掉 不要让它停 我实行看看 OK 有同学就问 老师按钮不见了 你会发现它跑哪里去 跑到这里来了 为什么呢 跟各位讲 你想说老师 那我是再把它剪下来 然后再把它贴到这边来 让它搬回来 OK 它又回来了 可是不对啊 如果再执行一次会怎么样 我跟各位讲 它还是会跑过去 但是它为什么要跑过去 我不知道我跟各位 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它预设 它就会随着 储存格改变位置 所以 如果假设你希望 这个按钮 不要乱跑的话 要多做一个动作 因为我发现之前同学 做的作业蛮好的 但是每一次 我一按下去 它就跑掉 然后我要自己 把它拿回来 所以你要学会一招 按右键 控制向格式 担要资讯 预设是什么 大小位置 主要是位置 随储存格而改变 为什么改变 因为我插入三栏 插入三栏表示说 它的位置会往右三栏 那它会跟着变动 所以如果你假设 不希望它变动位置的话 请特别注意一下 改成什么呢 大小位置怎么样 布随 有没有 布随储存格改变 按确定就好了 右键 控制向格式 担要资讯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不然 你们交报告的时候 不要每次我按一下 它就跑掉 我要再去找 这很麻烦 这可能要跟你 真正的扣分一下 好 最后做完之后 我们来 确定一下 是不是walk 按下去 刚刚会跑 现在的话会不会跑 不会跑 乖乖的就在这里 这感觉就还蛮好的 有没有 所以以后你 假如你工作里面 所有东西都ready了 你就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 然后你就可以 自己再去 很惬意的做 你想做的事情 泡杯咖啡 吃个早餐 或怎么样 应该老板 应该也不会说话 因为如果事情做完了 你的效率这么好 它有什么好闲的 OK 所以这边不断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OK 而且按下去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的事情做了很多 你会很有成就感 事情全部做完了 那当然后面我会希望说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像这个 跟这个 是不是也可以自己跑出来 是不是可以按下一个按键 这个切拦按键 自动帮我把报表画出来 对不对 然后帮我把他的统计图表画出来 那怎么做 有没有办法 当然可以了 也就是以后你不用动手 每次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 感觉其实蛮有成就感的 做起事来 感觉会觉得自己变得专业了一点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部分 先试着加上去 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刚刚主要是增加什么 增加有一个宽度 有没有 这宽度可能 就是自己再加这一行 哪一个栏位的宽度 叫Column Width 后面加上它的数字 就是它的宽度 OK 所以插入栏之后 可能就是多一个宽度的设定 OK 然后记得 这个按钮 按右键 控制向格式 这个地方 要资讯大小位置 不随处成可改变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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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